大家好,有朋友问了说,只要血压波动,就会发生脑促中 这个传言靠谱吗? 其实这个传言肯定不靠谱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一讲我给大家讲了说咱们正常人的血压 正常人,一定要听明白 正常人的血压白天略为高一点 晚上略为低一点 也就是正常人的血压有两个高峰时间,有两个低谷时间 而且正常人的血压也会波动 它的波动范围是20到30毫米公柱 听明白了吧?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波动,就不会出现问题 但是我们有很多朋友,在早晨起来的时候血压突然升高 我们叫它尘封 而且是每天早晨一起来血压就是一天当中最高的 或者超出了正常范围的这种人,容易出现脑促中 而且出现脑促中呢,我们也是在出现脑促中的时候 有一个单词,也给大家介绍过 叫FAST FAST这个单词 FAST呢,用英语来讲是个快速的 但是呢,我们用这个FAST这个单词的四个字目 来早期证断脑促中 第一个呢,就是F F讲的呢,就是Face 这个Face呢,就是脸 一般是在这个出现 脸歪了,嘴斜了,眼也斜了,嘴也歪了 这种情况下就是脑促中的 早期的啊,我们要及时发现它呢 就赶紧去,就要采取措施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A A指的就是ARM 就胳膊,胳膊抬不起来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S S是什么呢 就是Speech Speech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演讲了,演说的第一个字母啊 我们FAST都是选择这些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第一个不是Face吗,是脸吗 第二个呢,就是ARM 第三个呢,就是Speech啊 就是语言的时候就表入不清楚了 说话的时候,舌头就发硬了 所以呢,这就是脑促中的一些表现 第四个就是T T是什么呀 就是时间 所以时间就是健康 时间就是生命 这个时候让我们赶紧拨打120 让120把我们出现这种状况的人 赶紧送到医院紧急的救助 在发生这种现象四到五个小时之间 在救助它是最及时的 而且呢,也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这也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所以呢,刚才呢 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说 是不是血压波动就会出现 不是,是因为我们出现尘封 或者是血压波动不在正常范围之后 才会出现这种脑促中的发生 而且脑促中发生以后呢 也就是一个单词当中的四个字母 来判断它 同时呢,及时拨打120 时间就是健康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